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老方周生存進化!我是老頭奧特曼! 今天呢!繼續我們的普利亞魔組! 普利亞神話魔組! 每次都講錯! 那今天呢!一樣!就是把所有所有的這個生物呢! 全部都探索一遍! 只好沒有意外的話呢! 我們呢!可以就是! 呃!再繼續把工作台的東西給看完喔! 我們工作台其實裡面還有很多一些魔法類的東西喔! 像是召喚魔法! 召喚魔法以及這邊的一些黑魔法之類的! 這些東西是還蠻酷的! 不過他們所要的材料真的是有點誇張阿!你們自己看! 誇張到不行! 這個我覺得我們就直接指令叫一叫好了!為了縮短拍片的時間! 你總不可能叫我收集這個! 黑血!黑暗血! 黑暗!黑暗魔法!三萬多! 啊! 黑暗魔法!三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我來就收集到這個! 我都白頭髮了阿! 這可能這樣變成說沒有辦法每天一集阿!我告訴你們! 所以說我跟妳講阿!那樣拍方舟阿! 你們都不要覺得好像不用指令很簡單阿!我跟妳講! 這個應該是說!為了要呈現影片的內容給你們阿! 這種必須要走指令的路線阿! 不然說真的! 這個!這個東西!你是要我用了民國幾年! 我就不可能每天每一集出一片了! 阿!搞不好一個月出一片!或者是一個禮拜出一片! 或是兩個禮拜出一片!阿! 就好比像你們現在在看動畫!阿!你們最多最多的忍受就是一個禮拜一部嘛! 就是比如說像進擊的巨人!或者是像是! 阿!那叫什麼阿! 一拳超人!每週六都會發布嘛!對不對! 那都是需要時間的阿!那像是!如果像我們現在每一天一部! 這真的是需要走指令阿!不走指令不行! 好不好!所以說阿!在這邊跟各位阿! 稍微讓各位了解一下!目前老頭拍方舟的生態就是這個樣子! 生態怎麼講的!好像是那個!Discovery這樣子! 喔!反正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說呢!我們也是為了加速這個遊戲的一些新鮮度喔! 我是不會去做那些太無謂的事情! 通常都是去探索! 好不好!我們把這隻游龍弄掉!我覺得他很麻煩! 我們用這隻可愛的火蜥蜴! 咬!咬! 咬死你! 恩!在那邊! 阿!OK! 那召喚物的那個部分的話呢!過幾集再拍吧! 我們好像還有很多恐龍沒有挖掘阿! 那看到各位觀眾有人留言說老頭我們上一集在飛這隻... 我們改名叫深海王好了! 因為他真的長像深海王! 我們在飛這隻深海王的時候呢!有人說老頭喔! 是因為他的負重的關係!所以說我飛不動! 後來我看也沒錯!果然真的是負重的關係! 稍微幫他點一下負重! 應該會比較會飛的吧! 是比較會飛的啦!但是呢! 還是不怎麼會轉彎啦!我覺得有點討厭啦! 所以說呢!我們還是騎我們的施救獸好了! 好不好!然後我們呢!這個飼料也帶齊了! 我又做了五個飼料! 然後這次我就不選擇把它放在零件了!不然每次都被偷! 然後呢!又帶我們大腿肉!以及我們的大腿熟肉! 全部都準備好了! 走吧!走吧! 我們再去看什麼新東西! 然後我們那時候我記得我剛剛準備要拍之前呢! 我記得我們這邊好像有看到那一隻上一集跑很快的那一隻! 我不知道他還在不在! 唉唷!他還在那邊! 後來我們發現我們射不暈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在前面走! 我們射不暈嘛!我們試著慢慢的靠近一下! 這邊是恐龍怎麼那麼多啊! 這也太多了吧! 有沒有他在那邊爬! 他有可能是吃飼料的! 好吧! 我們稍微來try一下! 應該他不會攻擊我吧! 哇! 哇!跑了! 欸!你們在幹什麼東西! 去死啊! 欸!他看到人就跑欸! 根本沒辦法抓啊! 還是說你要叫我穿吉利裝去弄他? 怎麼抓啊! 遠遠看到人就跑了捏! 欸!這個我們沒有抓過對不對! 高級版的鳥! 高級版的駭鳥! 我們要不要帶一隻高級版駭鳥啊! 我們想辦法弄一隻好了! 那邊好像有很多駭鳥! 那邊也有一隻! 把一隻駭鳥給射暈! 就這一隻好了好不好! 好!一隻暈倒了! 欸!啊怎麼其他不過來! 完了!這樣會不會攻擊到那隻駭鳥! 那隻駭鳥會不會死掉啊! 啊!駭鳥掛了! 好!那邊又一隻!那邊又一隻! 這個感覺比較落單! 比較屬於偏向落單的齁! 偏向落單的應該是這一隻! 太遠了! 我們趕快近距離捕捉他! 欸!他死掉了欸! 哇!這個居然死了! 他被什麼東西打死了! 他被哥布林打死! 唉唷! 幹嘛你要戳我是不是! 你只是路過的!好! 算你四項! 他把他打死直接給Mana欸! 什麼東西沒給欸! 欸欸欸!幹什麼東西!走開喔! 我對男的沒有興趣喔! 我對男的沒有興趣喔! 所以說那隻到底怎麼抓啊! 好困擾喔! 啊!這又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射暈! 嘿嘿嘿! 他跟哥布林黏在一起欸! 欸!這!這!這!什麼! 喔!獸人欸! 哇!暈倒了不能抓了! 弄死!弄死!弄死! 哇!又有獸人欸! 那個應該是獨眼紀元吧! 對不對! 這麼酷喔! 欸!這邊好多喔! 我們直接把他打死看可以拿什麼好了! 每次都是跑走!追不到! 把他打死什麼也沒拿到欸! 我覺得到時候可能要穿一個吉利裝 就是那個身上穿那個吉利裝有沒有! 就是會隱身的那一種靠近馴服 我們到時候再試試看好了! 現在我沒有吉利裝 好!我們來抓駭鳥 怎麼辦! 他們就全部聚在一起 我覺得我應該自己下去尻了阿! 先射浴衣植好了! 我蠻喜歡這隻顏色的 這隻先射暈 怎麼這邊會有兩隻蜥蜴阿! 來來來!慢慢靠近 暈倒的那隻在哪裡!在這裡! 我下來他應該是不會 不會升七七吧! 不會升七七對不對! 欸!原來不是這樣馴服的阿! 那我們嘗試了靠近 直接餵死的方式 大腿肉 直接抓到手了 可是這個叫我需要鞍餵 我覺得我們先回去好了 來來來!回去做個鞍!做個鞍! 什麼聲音! 那樹人嚇我一跳! 然後我們把那隻屍舊獸傳回來 欸! 這樹人有點暗眼欸!說真的 要不要把他弄死喔 用我們的那個 用我們的那一隻好了!蜥蜴人 揮死你!揮死你!還不死! 有點硬!有點硬! 圍死他! 讓他們知道! 部落的力量! 好!去了! 好! 然後整個隊伍又打亂了! 天阿! 我還真希望出一個系統就是 這個系統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打完之後會自己回崗位 這該有多好阿!你說 哇!這鳥好酷喔! 嘿嘿嘿! 好!我們做到的鞍!他名字叫什麼? C-E-N-T-A-U-R C-E-A-T-A-U-R 沒關係!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 我們看一下他們所需要的材料 在哪裡阿! 怎麼沒有看到一個C開頭了 怎麼全部都是這個 這哪一個阿!怎麼名字都一樣 阿!不對阿! 名字都一樣我怎麼做阿! 這什麼?PY 也是PY 到底是哪一個阿!大哥 感覺像是這個阿! 你們覺得像不像這個阿! 他後面是怎麼寫 T-E-R-O 駭鴨阿!駭鴨的意思阿! T-E-R-O 他的名字都一樣阿! 好啦! 我們委託了哥們阿! 我們把所有的這個裝備一瞬間 一系之間全部都弄出來了! 非常棒!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不會因為中途馴服的生物沒有鞍 然後沒有好 沒有辦法 讓他上去的這樣子 或者他原本就是要一般的駭鴨 好!那就真的很搞笑了 怎麼辦? 好像還是不太行耶! 全部丟進去好了 好不好! 你們覺得咧? 因為名字對不到阿! 好不好!我們全部丟進去看看好了 哪一個才是 我們怎麼拉都不是 蛤? 該不會! 真的要駭鴨吧! 我已經盡力了欸!說真的 好!我們終於做了一個出來了齁 希望可以裝阿! 不然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阿! 我說真的! 好不好! 試試看吧! 反正他就屬於漢鳥屬性了嘛! 好!我們按在哪裡? 這裡! 好!果然! 浪費那麼多時間! 果然果然果然還是要用這個 我的天阿!浪費好多時間阿! 耶! 我們終於上來了! 他應該也會跟之前的漢鳥一樣拍翅膀吧! 不會欸!這隻不會拍翅膀有點可惜阿! 這隻不會拍翅膀欸! 照理來講一般的漢鳥會拍翅膀他不會欸! 好難過喔! 他有什麼攻擊? 右一鍵有什麼? 沒功能 哼! 毫無反應! 就只是一隻普通的漢鳥 而且也是 那個什麼 普利亞版本的 嘴巴比較尖 前面那隻是嘟嘟飛老 怎麼跑我們家來啦 為什麼他的名字叫做 洛克 為什麼? 為什麼咧 怎麼名字不一樣阿 既然你都來了 幫你帶回家吧好不好 你都來了幫你帶回家 不要又下雨了 為什麼每次都下雨阿 我的天阿 哇!沒中 來來來來來 哇!沒中 來攻擊我攻擊我 我很好吃我很好吃 嫩! 他動作好像飛龍喔 他動作怎麼跟飛龍那麼像阿 哇! 哇! 喔齁! 阿龜哪是要變這麼兇慘了 這隻害鳥 這不是害鳥 這隻 他這隻是西方飛龍的圖案 他根本不是嘟嘟飛龍阿 名字像而已阿 齒肉 齒肉可以 沒關係把他抓起來好了 不需要鞍直接就可以騎了 他會不會需要那個 會不會需要那個鞍阿 我們之前在工作台做出來的鞍阿 好像都不能帶耶 好像都不能帶耶 完了我這樣子有點搞混耶 其實說真的 因為 模組的鞍跟那個 跟模組那個 高級飛龍模組的鞍跟那個 普莉亞模組的鞍混在一起了 有點搞不太懂 不過我能知道是這一個啦 這一個不行阿 其實是看得出來的阿 對阿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像這個也是 都不能帶 好吧 那趕快阿 我要點複咒阿 不然不能動阿 出來了 一樣也是 不怎麼好轉彎阿 不過還行我覺得 還行還行還行 喔那什麼鬼東西阿 我記得這一隻我們以前的那個模組有玩過對不對 喔 我記得我們有玩過 右鍵是什麼東西 蛤? 他吐了什麼阿 看沒有耶 哇毒針耶 他居然吐毒針 這麼酷喔 吸一劍是什麼 吸一劍也是毒針 這是麻醉針嗎 我們早上來開刀一下好了 喔唷 連續傷害 這隻也太好笑了吧 算了 把他帶回家好了 對你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說實在的 這時候你也只能回去了 欸美格龍 走開 走開走開 走開 小淘氣 我們去看一下前面那個 走開喔 拜託我現在拿這一把加死的 加死的開三刀 你怎麼敢跟我打 我們看一下前面那隻在哪裡阿 不對不對 欸不見了耶 那隻長得很畸形的那隻鳥呢 該不會被咬死了吧 欸這邊有狼群 這個狼好大隻喔 等一下我想一下這個是 這是普利亞的狼 欸那普利亞的狼 他的那個毛阿 他上面那個頭 看 龐克風 你好好笑阿 怎麼龐克風格阿 欸不見了欸 這什麼東西 欸貓頭鷹 抓 貓頭鷹不能靠近抓 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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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照喔 貓頭鷹回來 欸貓頭鷹不見了 我好任性喔 貓頭鷹說不見就不見 好啦各位兄弟們 剛剛突然錄影城市稍微有點斷喔 然後呢 漏掉了馴服這隻貓頭鷹的畫面 我們再補拍一下 這隻貓頭鷹呢 剛剛是用麻醉槍把它射暈之後呢 用大腿肉馴服的 很奇怪 貓頭鷹是吃肉的嗎 好像是欸 好吧 反正呢我們已經抓到這隻貓頭鷹了 然後呢 要把他叫什麼名字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幫他取個名字 要叫阿貓 還是叫阿鷹 還是阿狗 都可以 你高興就好了 這邊有一個拿劍的妹子 抓一下 又是妹子 這個遊戲實在太棒了 神作 喔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個風格的 你知道嗎 就是有點類似像 東亞那種的 看起來比較 清晰 你是小清晰嗎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攻擊 我們去砍 我們去砍 砍嘟嘟鳥 來吧 打他 你為什麼不打嘟嘟鳥 那你對嘟嘟鳥有愛嗎 他不打嘟嘟鳥 戳一下 戳305 315 可惡不能騎你 不是 我是說 不能騎在你身上 可惡 身材不錯 可以可以可以 不知道各位給他幾分呢 我給他87分 不能再高了 來來來 走妹子 我們回家 知道回家要幹嘛了吧 沒有要幹嘛 不要想太多了 純粹只是幫你帶回去而已 我們一起回去好了 哈哈哈哈 喔耶 卡住了卡住了 我們這隻飛龍稍微放旁邊一點 其實生物越來越多其實頗麻煩的 都要移來移去 像剛剛一個團體攻擊 一個團體攻擊 就搞得我這邊 有點亂了你知道嗎 好 妹子一直跟著我 她愛上我了 我說真的 這個妹子愛上我了 超喜歡 OMG 我可以我可以 好吧 我覺得今天內容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也不長也不短 這就是今天所有的內容 那希望各位會喜歡 我們下一集呢 一樣繼續找 繼續找 繼續找 或者是說我們下一集 開始來玩一下我們的工作台 也是可以啦 好不好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的下午班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繼續再來 這個普利亞神話模組 繼續探險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還有一款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甚麼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吃了